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星的半径为地球的53% 体积为地球的15% 质量为地球的11% 有细波的大气 95%以上是二氧化碳 还有3%的氮 大气密度约为地球大气的1% 火星每24.63小时自转一圈 并在一条椭圆轨道上以25.2度的倾斜角绕太阳公转 周期为687天 因与地球一样有四季分明的气候 冬季最低温度是零下125度 夏季最高22度 这样的自然状态虽然仍不适合人类居住 但与月球相比已经很好了 至于水资源 虽然火星上看不到液态水 但迄今探测发现大量的水流痕迹 至少说明火星上曾经有过水 而且有水就可以种出植物 水又分解可以变成氧气和氢气 氢气可以用来烧饭 氧气可以呼吸 地球土壤里面有的营养元素 火星土壤里面也有 而且临美这样的营养元素 甚至比地球土壤还要高 不过火星虽然具备生命起源的一些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火星人类一定可以好好的生存 首先 辐射防护仍然是尚在解决的问题 再加上火星距离地球至少550万公里 人类到那里需要耗时至少7个月 只要面临的困难是长时间的旅程对移民的心理影响 不要说可以进行冬眠之类的 这个技术估计灯火星以后也难以实现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呀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